最新北美周末电影票房大洗牌 由华纳兄弟影业计划推出的《满天过海八面玲珑》 超越了第二名电影《游侠索罗》的2500万美元收入 以4160万美元冲上了票房冠军 华纳兄弟推出的新片《满天过海八面玲珑》 故事内容讲述八位兼具美貌 智慧与个人魅力的女神偷 准备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慈善晚会上大干一票的故事 电影不仅邀请到2012年《饥饿游戏》的导演盖瑞·罗斯指导 前演员阵容更一次汇集了包括山卓·布拉克 凯特·布兰奇 安·海瑟威等 八位奥斯卡等级的超强女神阵容 希望能冲出新一波的北美票房神话 动则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